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 那我相信大家呢也能透過很多的管道去接收到許多的關於大海 或是甚至關於是其他環境的議題 那大家可以做到一件就是對海洋好的事 最初級最初級呢就是你不要選擇去漠視這些議題 你應該去接收它然後去深入的了解它 那如果在你的時間呢跟金錢的狀況允許下 你也可以主動積極的去參加一些教育研討會啊 或者是一些協會基金會他們所辦的一些志工參與行動 那在淨灘淨海這部分呢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怎麼辦 其實呢只要在生活中做到一些減速啊垃圾減量 相對的它就是等同於你在淨灘一樣 那我相信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跟方法 你只要找到一種對於你來說你覺得最適合你 那你做起來是最開心的 可以一直長久永遠的走下去 那那些事呢都會是對海洋好的事 我 flavor最高的事 的 happened 比如說去看看 ках洋人頭 可以找到原來的